视频的开始,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 问,什么东西不用的时候朝下,用的时候朝前? 万无皆可遂的一压机,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高娇又任性的金刚钻遇到它,都立马得认怂 甚至是十吨和乘托这种重量型选手 碰到一压机都不敢直起腰说大话 瞧猖狂又嚣张的一压机 接着个又来和各种板砖一较高下 首先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红色板砖 二话不说,老外就把它放在了150吨的一压机下 接收到指令的一压机缓缓下降 当立传感器数值达到28122千克时 瞬间就砰了一声,小红板砖就被压成了粉碎 变成了一堆渣渣粉末 随后老外又拿来了一块完整的板砖 再次放到150吨的一压机下 当立传感器数值达到112200千克时 小红2.0版本也被瞬间支离破碎了 既然如此,老外就拿出了终极大招 来自于中国制造的混凝土砖块 一压机信心满满的朝着混凝土砖块攻击 不断的往下压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压机全身的力气都用光了 这混凝土砖块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甚至连一点裂放都没有产生 立传感器数值都达到了142580千克了 真是没想到 小小的一块混凝土砖块